門口掛出紅布條 寫著店面出租 這間位在台中孔廟對面 超過30年的日式便當店 無預警歇業 讓不少老顧客直呼不捨 近幾年全部裡面 都是高年級的實習生 然後他菜單 30幾年都沒換過 就是吃了就是一種記憶 租金的部分也有要做調整 那他營業成本 可能也要增加情況下 可能就這樣子結束營業 老字號日式便當店 資深房仲省先生 從小吃到那 店家突然結束營業 老闆沒說明原因 但不少客人認為 很有可能是跟一種商圈 店租漲價有關 現在我們國家有多元的課稅方案 針對房東 房客 還有就是營業的業者 那基本上這些成本 如果讓老店覺得無法 就是承擔情況下 再加上說二代不願意接手 他就很容易就是 輕易的就把它給結束掉這樣子 根據了解 台中今年申請營業住校的老店 從去年7家增加到15家 店租漲價不只逼走不少老店 另外在南屯這一家創意蔬食餐廳 佔定390坪 平日生意還不錯 但房東卻掛上招租橫鋪條 因為餐廳只營運到9月底 有點可惜啊 對 那希望他們有更好的地方 可以發展 餐廳業的指出2015年 他們向房東乘租一二樓 每月租金40萬元 2020年又租下三樓 每月租金漲到60萬 現在房東一口吃要翻倍 漲到120萬 雙方協商沒共識 只好無奈結束營運 一個月租金120萬 相當於我們要做1200萬到1500萬的營業額 才有可能繼續支撐的下去 不管是一中商圈殖民老爹 還是南屯金華地段的連鎖餐廳 房東調漲租金 讓經營者不堪復刻 只能忍痛吹洗燈耗 這次有黃志倩林士忻提出報導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我們下載禁探家 都會昏徹 有5萬英文 如果下載禁探家 脖世幀 趕便通知